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 Star War 最後的絕地武士 The Last Jedi 由迴路殺手的導演 Ryan Johnson 指導 這是《星際大戰後傳散布曲》的第二部 也就是整部系列的第八集 所以也叫《星戰八》 基本上演員陣容就是跟上一集的原班人馬是一樣的 沒錯,非常的令人興奮和激動 我們可以看到新一集的《星際大戰》 這一集呢,依舊有《星戰》系列獨特的味道 精彩的空戰、稀奇古怪的外星生物還有世界 光劍的戰鬥場面還有原力和黑暗面的拉扯 我覺得新的這一集《星際大戰》依舊相當的不錯 就像上一集《原力覺醒》一樣 迪士尼成功的把《星戰》系列帶到這個新的時代裡面 並且讓它重生了 故事接續的上一集的最後 主角瑞找到了最後的絕地大師陸克 並把他的光劍交給了他 所有的人接下來當然就非常期待 接下來要發生什麼事情 這一集基本上就解答了這個問題 然後接續的後面會發生的事情 迪士尼宣布《星際大戰》第八集的導演 是Ryan Johnson 的時候 其實普遍都還蠻擔心 這個比較經驗不足的導演 有沒有辦法拍出一部這麼大規模的《星戰》電影 但事實證明他還拍得不錯 並且為《星際大戰》這個世界觀 帶來了一些新的活力 他比較不像上一集的J.J. Abraham 想要拍出一個完全復刻版的《星際大戰》 這部電影我非常喜歡 所以我先來挑剔一下好了 我想大部分的人看完會覺得 這一集有一點冗長 但還在可以接受的範圍 尤其是會讓我有一種 我以為故事到這邊就已經結束了 結果後面還有一個章節的感覺 我喜歡這一集的故事線把時間線壓縮在短時間這個設定 這種故事寫法通常會比較難 但是會有一種讓人感覺比較緊張 節奏比較緊湊的感覺 就不像喬治盧卡斯自己拍的前傳三部曲 有一種在看歷史劇的感覺 但是你會發現這部電影 每一幕故事的銜接是不夠好的 可以說每一個新的情節展開 他都鋪陳的不夠 這個導演沒有想要讓我們期待接下來要發生的事情 這可能是導演Ryan Johnson 的風格 不過這的確會讓我們在觀看的時候 會覺得節奏出了一點問題 沒有完成這個劇本應該要達到的一種緊湊感 或者是危機感 再來還有一點不滿意的就是新的角色Rose 當然這個東方女性的臉孔 是會讓我們有一點不滿意的 不能再找到一個漂亮一點的東方人嗎? 而且我真的在看的時候 一直有在螢幕上面好幾度看到納豆的感覺 開場他的姐姐明明就那麼漂亮不是嗎? 為什麼不交換一下呢? 不過Rose這個角色在這一集當中的確是挺亮眼的 是很有存在感的一個角色 他也代表了在這個老舊的星際大戰的故事當中 帶來了全新的平民的視角 這也是第八集非常重要的突破 他把這個星際大戰新的這個後傳三部曲的故事 脫離了這個老舊的家族的血統的信仰派別上面的鬥爭 他卻拓展了星際大戰這個世界觀的可能性 雖然這件事情我可能不太喜歡 我會覺得西斯和角力這兩個派別的對決 還是這個系列電影很重要的主軸才對 不過為了讓這個IP更加的賣錢 他可以創造更多的故事 產生更多的系列作品 創造更多的錢 這是他們必須要做的事情 這也是他們的自由 這是這個系列的第二集 大部分的主要角色都已經在上一集出現過了 甚至有些角色是在最初的三部曲裡面出現的 而很成功的就是我們看到在這一集當中 這些主要的角色都有更進一步的 劇情上面或者是個性上面的發展 無父無母的Ray找到了陸克 希望他可以教導他成為絕地武士的方法 並且成為他的師父 有一點點類似父親的替代品 兩個人之間的故事是挺有趣的 絕對不是把帝國大反集當中 陸克跟尤達的故事再演一遍而已 Ray也跟這個系列的大反派Carol Ren 在這一集當中有非常多的對手戲 我很喜歡這兩個人的戲份 我想這兩個人的關係 應該就是這個三部曲當中很重要的靈魂所在 而Carol Ren 在這一集當中 不再只是年輕版的黑武士 我們會看到他非常多的掙扎以及突破 在一個充滿憤怒和怨恨的年輕人身上 不再只是像黑武士或者是傳統的西斯一樣 冷酷無情的反派 Oscar Isaac所飾演的飛行人Paul 我也知道我在這一集有比較多的戲份 這個飛行員 這個戰爭英雄 他在這一集的成長 會讓人覺得 利亞公主好像有一個接班人的感覺 利亞公主還是扮演著非常成功的 反叛軍的精神領袖 帶領著這一群年輕的主角們 飾演他的Kelly Fisher 再一次成功的完成了這個 只有他可以飾演的角色 很不幸的他在拍完這部片之後 大家知道他就過世了 非常的遺憾 不知道他們在下一集會怎麼處理這個角色 我對Luke有非常多的情感 他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個電影人物 他擁有我一切欣賞的個人特質 對我來說這個角色的形象 在我心中是非常重要的 上一集很精彩的只讓他最後出現了一下下 而這一集他的表現 則非常非常的讓人滿足 Luke回來了 雖然他變得有一點比較搞笑 不過我想這是這個時代的觀眾 比較想要看到的 但他還是那個跟黑武士相比 有一點瘦小 然後又有一點固執 還沒有長大 然後一直被尤打敲頭的那個Luke天行者 他在這一集的演出我覺得非常的完美 Finn 和Ross 的這條劇情線 算是一個支線劇情 他不好的是 會讓人懷疑那個時間上的合理性 並且導致了主要的劇情的停滯不前 不過他就是提供了主要劇情 雙方之外的一個第三方的觀點 我覺得還算是一個不錯的嘗試 不過的確會有一種被外傳俠到一號 插播的感覺 Finn 在這一集的表現 依舊是非常的不可靠 然後又衝動 然後被女性角色踩在頭上 這一集的故事 除了傳統正反兩方的大戰之外 還更多了雙方理念的更進一步的延伸 反派有了新的動機、新的樣貌 而正派也被迫要走出一條新的路來 劇情非常的大膽 不斷的在讓你感到更多的絕望感 在看的時候一直會有 不知道後面該怎麼辦的想法 所以會看起來比較的深沉 然後比較不是那麼歡樂的一部電影 不過這部電影還是有相當多的驚喜 令人激動的經典瞬間 然後非常好看漂亮的畫面 優秀的動作器 適當而且精彩的配角 像是VVA啊 Chewbacca啊 那個島上的原住民啊 都點綴得非常適當 以及這一集的主打商品 那幾隻極度賣萌的博爾格鳥 非常成功地達到了一個優秀的賣萌小動物 然後又一點都不會讓人討厭 推薦給大家去看這麼成功的商業電影 我覺得會適合所有的人 如果你沒有看過前面幾集的話 我想也沒有關係 依舊是看得懂而且非常的精彩 你只要在看完之後再補充一下他們的角色關係就可以了 Star War 最後的絕地武士 對!他這一次的中文片名就是這樣 Star War 最後的絕地武士 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並且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意見或者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Robi 頻道 我祝你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